4層 試乘會要開始了 現在是Bellera X的試乘 還有那個EVC1 它首先是Bellera X 先戴手套 準備要進行試乘了 好 OK 等一下就可以準備開始了 我現在來對一下車上的位置 來看一下 它電門是開的耶 先關掉 然後再打開 按一下 然後打開 還不錯 OK 這個角度 畫面亮一下 不然我這樣看不到 OK 可以再高一點 為什麼那麼窄啊 奇怪 我是沒有調畫面嗎 OK 好 好 那等一下來試試看 跟STR怎麼差 可以走了 OK 好 先來輕鬆小跑一下 導向性是蠻好的 OK 關起來 試一下喔 還蠻容易就磨到的耶 一下就磨到了 我還沒用力耶 還沒用力就磨到了 右邊比較容易磨 左邊還好 剛剛右邊超容易磨的 OK 那就是 進彎前 煞車就要先處理好 好 來試一下喔 它沒有辦法很用力的煞 它會整個車會被頂起來 相較之下 SDR 很棒 它那個傾角 沒有那麼慘 這個蠻慘的 這個進彎前 減速要減很多 不然的話 你會很容易就磨到它 剛剛講的 就是下面側 兩個側角會頂起來的地方 體重啊 你看就中了 沒有辦法很用力的 用力的騎 它用力就會中 對啊 我已經都只按後煞在減速了 前傾角也太少了吧 側殼太容易中 不然的話 其實整體的 順暢度 是比 SDR好的 我覺得啦 整體的加速啊 跟引擎運轉的感覺 對啊 這車會被我磨壞吧 對啊 我覺得霧燈會先被我磨壞 不對 霧燈的高度沒那麼低 它一直磨到耶 隨便就磨到 它腳是可以往後放的 哇 這角度也不錯耶 腳放的角度還不錯 但是就不能太大力 太大力它容易GG 比較輕的人就比較有優勢 哇 大家開始亂騎了 是不是 我是不太相信啦 因為有人過彎傾角 有人過彎傾角都不太行 這個前叉必改啊 必須先講 支撐性可能不夠 車高不夠 容易磨到 等一下讓大家看一下磨到的地方 這STR是不會磨到的 我這樣降車身的STR也沒磨到 好不好 這騎乘方式跟STR不太一樣 那個前面 側條前面的地方 太容易磨到了 然後你那個宅車好像會被頂起來 你看 我現在又磨到了 一直磨到 要一直修正那個騎乘的方式啊 你看 多少會磨到一點 喔 都已經 減速減成這樣了 可能在前叉的下沉量太多了吧 這下沉量太多嗎 讓我有點猶豫耶 他一直磨到磨到 被頂起來了 都低速了還會被頂起來 真的很誇張 好 我很肯定啊 就是 前臂症可能 就是撐不太住 我的體重 他下沉量太多了 但是好像其他人也有磨到 所以應該也不是我體重的問題 只是我的機率可能會更高就是 對啊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就是他的煞車啊 然後 引擎的順暢度啊 加速啊 什麼的 我覺得都比STR好很多 就是這個傾角啦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Kaiaba可以這樣 但是 老實說啦 其實蠻舒服的 以目前騎乘的感覺 感受來說 他的騎乘感受是舒服的 我覺得還行 所以有可能是為了對應那個 多功能的路面 那個不是多功能的路面 那個 非附裝道路所做的設定 所以懸吊會比較軟 那 自然而然 你在過彎的時候 請教就會 沒那麼大 我修正到現在 就順很多 OK 這邊還會磨到嗎 我還撿蠻多的 真的是 是齁 再換一下 等下把那個 360拉出來 好了 把360拉出來騎 好 先來 等一下 好 他有測度熄火 OK 等一下 我來拉360 我來拉360 來看一下剛剛摸到的地方 摸到哪 摸到哪裡咧 摸到這裡 好 OK 左邊 右邊應該都一樣 好 我把它裝回來 好 繼續騎吧 OK 再來試一下吧 腳是 我覺得自腳空間不錯 自腳空間還不錯 對啊 可以往後 可以往後收蠻多的 好 大家都有去 稍微騎一下草皮 到底是怎樣 好像只有不騎草皮 是奇怪的人 好 減速啊 減很多啊 不然他會一直頂那個 他會一直頂那個 頂到我剛剛指的那個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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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躺在地上 靠北 我又中了 本來車被頂起來 超慘 我覺得可能真的是因為我太重了 所以我決定這一圈回去 把310收起來 不然破開就好笑了 我覺得320好像垂下去了 我是站長 先回去搜一下機器 320掉下來 太垂了 320弄好了 繼續 剛剛是意外 320沒弄好 他就會弄一下掉 進來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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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這次不要再干涉到我 哇 大家都去洗土露 這3小 OK 塞一個好燙 1電 好 然後繼續 好啦 整體順暢度真的比STR好 但是那個便機真的不太行 其實對我這個胖子來講 OK OK 等下越野 土路 等下找個地方騎一下好了 不然太用力 誒 剛剛好像還是磨到啊 哇 呃 牛逼 哈哈哈哈 那是什麼啊 內燃機暴徒 欸 真的是暴徒啊 好啦 整體來說我覺得 除了會一直磨到前殼 以外 我覺得這個件事情 處理好之後 他的騎乘 我覺得比 比STR還要好 整體來說 就只有那個下沉量 我覺得不行 那個前懸吊的下沉量 後懸吊感覺 因為沒有中中處嘛 所以應該跟後懸吊沒什麼關係 對啊 我覺得前懸吊問題比較大 太Q了吧 他騎乘感受是蠻舒服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前懸吊太Q 解決這件事情之後 讓前懸吊 這組前倒的 他的自信性變好 對 前倒的自信性變好了以後 騎乘的樂趣會更好 對啊 幫他整體來說 已經比STR好 我覺得 就那個前殼 一直磨到 會把你頂起來 VYO 好啦 那這樣子 最後一圈了 騎完就回去了 騎完該回去囉 又磨到 好 我等一下找個地方騎 這裡吧 土路喔 真的耶 真的耶 前懸很Q耶 我覺得 前懸是Q的 所以他是真的是針對土路在調整耶 有那種感覺 對啊 好啦 反正如果你 你騎坪路比較多 那你前岔可能就需要 應該說一般道路比較多的話 那你前岔可能就需要改一下灘光 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你是那個什麼 如果你是 你是會去真的去越起來的 我覺得他的選調聲音是真的可以越的 可以稍微越一下 輕度越野 因為像剛剛突然騎進那個突破的時候 他的那個回饋感沒有 避震器的吸震能力 還有吸收彈跳能力其實蠻不錯的 你沒有覺得哪裡彈手或不舒服的地方 我覺得還蠻棒的 好 OK 那大概就是這樣 總而言之我覺得他整體來說都比SDR好 這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就是前懸吊的支撐性 但是這取決於就是你會騎在什麼地方 就如果飛鋪狀道路比較多 那你可能就維持原廠設定 那如果說是道路比較多 一般道路比較多的話 那你可能前岔彈簧 就是前岔的設定就要重新配置這樣 不然的話會很難騎 因為你會一直被頂起來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 好啦 我是阿全 那個BRELA X的那個試乘就到這邊 看一下輪胎 輪胎 還行阿 他有撐住 輪胎感覺有撐住 沒有什麼胎學 對啊 然後 前面 前面也還行 但是行程很明顯 行程吃光了 對啊 很明顯行程吃光了 然後 這一邊的下面 這邊的下面是種這一邊 對啊 好 OK 那位置很接近船底了啦 那大家就自己看著辦 好 我是阿全 這隻是黃家騰 BRELA X的試乘 那 就到這 分享就先到這邊 有機會再借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就我們 我是阿全我們就路上見吧 掰掰 掰掰 好 接下來是EVC1的試乘 我個人是蠻期待這台拋綠的啦 對啊 OK 然後 看看他跟AR1有什麼差 緊握煞車 我光不是按的嗎 OK 這樣就可以騎啦 好 GOGO 好 他自角空間 自角空間沒辦法往後收齁 就是平的 要不然就斜踏 OK 要不然就是斜踏 OK 手把 我覺得 好像可以 不用那麼彎 對 我覺得他有點往內縮了 好 他一直跳 跳警示音耶 好 然後我覺得 騎一起來 蠻順暢的 然後椅墊 還蠻Q的 蠻好做的 有浮了他跑旅的感覺 那操控感受 蠻微妙的 我再感受一下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拉長軸距啊 對啊 但是輪胎尺寸應該是一樣的 相同架構之下 我覺得 他的煞車好像又更靈敏了一點 還是其實被早上騎的人磨開了 老實說耶 這台車 比AR1讓我更喜歡耶 好玩 蠻不錯的 我喜歡 這可以耶 好玩 舒適的感覺 我喜歡 雖然說現在 他後倒進有點掉下來 是我剛剛撞到嗎 一開始就掉下來了 我現在 有三輪車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不敢太用力騎 這車我反而不敢用力騎 剛摩摩船底我都沒在怕了 摩到了摩到了 有聽到聲音了 我覺得他他整台車做的連懸吊都很舒適 因為AR1其實有點硬朗 路感回饋有點強 那這台車其實回饋感受還不錯 舒適 然後 穩定性也很好 那 抄架起來的靈活性也不差 對啊 你看我們彎道這樣騎 沒啥問題啊 對啊 是我自己在怕 給他過給他過 對啊 我覺得不錯 對啊 會摩到會摩到 還是會摩到電車極限 電車極限 電車極限 電車還是有其他 還是有他的極限在 對啊 我們兩個頓位差不多 應該這邊啊 摩摩摩 也入摩 這個就是摩中間了 就是大概中柱附近的位置 欸 這樣子跟AR1摩的地方 也不一樣欸 我覺得還不錯 AR1也是摩那個 側殼前面的位置 傳遞 對啊 那這個的位置就不太 好像不太一樣 我好像可以接受 還不錯 而且就是 看到 Bladex跟EVC1的時候 其實我就一直對EVC1還 還蠻有好感的 我感覺不錯 好玩 所以大家好像是什麼 1500 499 然後里程可以騎1500 是不是 這樣算下來 就大概是一個 一般人通勤的 正常里程數 然後更換一罐集合的錢 我在想他們是不是這樣算的 499 1500公里 就還不錯 剎車 穩定性 然後懸吊的舒適度 跟穩定度 我覺得都不錯 目前為止沒有 讓我太不愉快的地方 整體調性蠻舒服的 重點是椅子 椅子好做很多啊 A1很硬欸 A1偏硬啊 硬到就搭到去挖 那個椅墊下面 叫挖一個碗工 我怎麼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嚇我一跳 我以為有人碰掉了 靠北 這騎起來不錯 我喜歡 OK的 可以一直騎欸 我覺得 這可以一直騎 這腳啦 腳的位置不夠後面啊 沒有辦法做的比較戰鬥 但是相對的他腳可以往前放 但在這種地方 也不太適合往前放就是的 賽道上 我那時候騎三輪車就是在這邊不該的 所以我現在都 很小心 騎油車還沒那麼小心欸 騎電車很小心 幹 有夠好笑 呦 不錯 可以騎多少 剛剛都沒注意 不錯啊 皮帶板還有八十幾 膽子大一點應該可以拉到九十 或是比我輕的人也可以 不錯啊 大魯閣直線段 有拉到九十的車都算不錯 我覺得 目前 白牌還沒有 可以破白的 應該最多就九十幾 不錯 我喜歡 騎乘感受 是舒服的 這種車就很適合騎很久 而且尾椎也不會痛 那是不是不適合載人 我就不確定了 因為他是說 採用那個分離式座椅的話 會比較舒服 我是不確定 往後現在在拍大家的屁股 我又磨到了 都傻了 真的磨到 我喜歡 這可以 可以 我喜歡 這車好騎 嗯 我喜歡這車 椅子好坐 這椅子棒棒 這椅子好坐 後座我不知道 有腳踏嗎 有 有腳踏 有腳踏 可以 我不確定好不好 後座好不好做 但前座很好做啦 我喜歡 然後 剛剛會磨到的地方 我看一下喔 這種 看起來不是中柱 那是哪裡啊 欸 看起來下面 中間沒有欸 還是前面啊 前面也沒有啊 奇怪 那這側咧 看起來 喔唷這裡 是磨到這裡 也是傳體 但是 我覺得磨到機率 比某拉拉X還少 某拉拉X還 比較常磨到傳體 大家要注意 好 那大概就是這樣啊 這就是EVC1 總而言之就是 我覺得比EVC1舒服 我喜歡 那我喘一下 我喘喔 好啦我喜歡 我蠻喜歡這舒適的騎乘感受的 比EVC1舒服 棒棒 好啦那就先這樣啦 我說阿全我們就路上見吧 掰掰